根据路加福音记载 当一个人对耶稣说 生养你的人有福了 耶稣却回答说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我们需要遵守的 肯定不是自我中心之道 不是把自己当作是世界 甚至宇宙的中心 而是按神的道 放下自我 爱人如己 不求自己的利益 其次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是骄傲和小聪明 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 最后 我们的损失 无论是在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 其实都不算作是损失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 圣经里 约伯曾经悟出了一个真理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我们并不真正拥有任何东西 所以也无所谓得失 在这个系列里 我们看到圣经里三个最妙的道 第一个是神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第二个是 耶稣的担子是清神的 最后一个是 听神的道 而遵守的人 又服了 想清楚了神的这些道 并且遵守了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难 已经远离我们的喜乐 就会回来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 没有我们幸运 就比我们更加喜乐 所以我们应该马上掉转车头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求主保守 刚刚听到这段信息的弟兄姐妹 愿神的真理 让我们重获自由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在YouTube上 您可以订阅无数个频道 希望其中有我的频道 您的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留言或转发 都会注视到这个频道 和更多的人